Love is Blind is a show that they will not see other people's face 英語銀隊節夜典禮上 就是為銀隊學員以全英文進行簡報 內容涵蓋了文化藝術等多元主題 充分展現了學生在短短五天內的顯著進步 我上次也有參加這個銀隊 只是我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以為裡面的他會跟我講一些 美國的一些文化會一樣 但結果他們內容有很大的改變 這是讓我覺得很驚訝的一個點 所以我用英文聊天 然後暑假我也願意花這個時間來參加 這個夏令營是因為非常的好玩 還有當隊服同樣是學生的TA也收穫滿滿 我覺得很有不一樣的體驗 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去跟外國老師交流 然後你有更多的經驗去帶學弟妹說 你這邊其實可以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幫自己成長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銀隊是很值得來參加的 它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昨年我也是一個普通的競爭 就像他們坐在樓上 而這時候我就是教授 感谢乔务委员会议乔务顾问胡玲玲 以及九位来自芝加哥的青年志工 让这一次跨国交流得以实现 我们美国来的孩子 我们也学到了台湾的文化 跟台湾孩子的交流 在台湾的孩子 他们也学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跟他们的不同 那我想这个在个人的 以后的生活 in the future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 学员们展现他们五天的学习成果 那在这边非常开心 让我们名传的孩子更有国际观 而且呢 透过迎对活动学到更多 美国文化 以及美国的美食 节庆 还有很多的议题 那我觉得我们是很lucky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学生呢 成长非常多 非常大方 也勇于用英文来表达 在这迎对的最后一天 他们都非常依依不舍 也期待明年我们再继续 特过来自于美国七年志工 直接互动 学生们深入了解 异国文化 增强跨文化的交流能力 成为具有全国视野的 新一代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谢谢